31岁肖战养子CP赶从哪里来? 面相学分析,互补的五官和三庭五眼 31岁的肖战和养子CP赶从哪里来? 面相学分析,互补的五官和三庭五眼 3月31日余生请多指教 大结局之后,不少人还深陷在余生夫妻的CP中不愿意醒来 感觉像看了一档真人秀,很多网友不停磕堂 当然戏外杨子和肖站在三年前拍戏熟悉后 成为了好朋友,并不是真的情侣 有一些观众入戏太深了,私下还揣测一下 当然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戏假成真 观众称看到剧中二人感情戏的递进 这也只能说是演员的素养,角色的表现力强 故为和林之笑让观众看到了最美好爱情的模样 纯粹又深刻,永远懂对方 希望另一个平行时空中,二人可以永远幸福 林之笑与杨子本人的性格确实很相像 这一点杨子也承认了 而故为的话与肖站本人性格有差异 肖站性格明显更开朗一些,也更活泼健谈 很多观众称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般配的银幕CP 而肖站和杨子曾经多次同框参加活动 现在也被网友称很有CP感 其实肖站和杨子的长相是差异很大的 气质也不同,一个是温柔斯文的类型 一个是活泼有趣的气质 在观众心目中本来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这两人之间的CP感却强烈 其实也是有一点玄妙 肖站之前合作过不少女演员 却CP感都不算强 像李沁与他合作过五次 两人的气质有一些相近 但依然CP感一般 杨子的CP男星很多 但都是兄弟情 像张一山、李线、任嘉伦等 观众刻不到堂点 即使李线与杨子的剧火爆一时 但不少观众认为两人的CP感少了一点什么 男主对女主的感觉有爱 但没有恋爱的感觉 肖站与杨子的CP感 主要来源于互补的五官和三庭五眼 像肖站是八边形的脸 比较有棱角 五官特别精致 一双瑞丰眼很出彩 如果搭档同样五官精致的女明星 在一起会更凸显自己的优点和魅力 同框时会显得个人更好看 在《余生请多指教》当中两人的氛围就是这样 同框会更显现出单人的特色美 不少观众重新get到两人的魅力 一些网友称以前看两人 觉得长得挺好 但在这一部剧里怎么这么惊艳 颜值上升了一个水平 这倒不一定是化妆师的功劳 有可能是搭档的衬托 更显出了自己的魅力 《余生请多指教》的装造费并不高 甚至演员都穿了不少自己的私服 杨子27岁演20岁 为了年轻感还没有减肥 去适应有一点婴儿肥的女大学生 实际上杨子167的身高 体重只有100出头 只是容易胖脸 真人还是比较瘦的 肖战是28岁演30岁 增加了眼镜造型 穿着更偏向都市干练的风格 其实CP感强的搭档 一般是两个极端 要么是长相气质很相似 像邓超孙丽这一种 几乎是夫妻相了 要么两人外形气质差异大 但又很互补 比如浓艳的天花板 迪丽热巴搭档了 但言天花板洋洋 反而营造了很融合的氛围 肖战与杨子也属于第二种 像肖战如果搭档 长相过于精致的女生 容易让观众产生视觉的疲劳 不一定有CP感 比如迪丽热巴与高伟光就是这样 如果杨子搭档 但言戏同类型男艺人 也不容易有出彩的点 比如说他与彭玉唱这种 同样有一点娇憨可爱的男星 眼情侣CP 观众容易看不到火花 只会觉得两个人都好可爱 演技挺生动 但不太容易入戏 其实CP感需要身高 长相 气质甚至声音都很搭配 才容易有很好的CP感 像如今的85花蛋们 这么多年让观众认可的CP也不多 刘亦菲和胡歌 杨蜜逢邵风 刘诗诗霍建华 赵丽颖陈晓等荧幕CP 拍了这么多年戏 观众觉得很适配的CP男星 一个85花都超不过三位 甚至罗敬和唐烟这对真夫妻 很多网友也感觉CP感不强 只能说CP感也是缘分了 希望肖战和杨子 未来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二人未来会有更多的好角色展现 至于能不能二搭 还要看时机和缘分 很快两人各自还有新剧上线 相信会得到观众的欢迎 02.47岁的钟翰良 为何逃不出偶像剧的怪圈? 近日我们从网络方面了解到 有关钟翰良的全新古装剧 《青城一清欢》正是沙青 从沙青特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搭档的 《适当红小花园冰演》 这部古装剧主要讲述了 全清天下的北幕战神 九王爷和平行时空穿越而来的 社序实习一生爱清欢之间 出生入死相爱且相杀的故事 作为男一号的钟翰良难免 跟作为女一号的圆冰演组成CP了 只不过挑剔的观众就从公开的剧照中 赶到了不悦 钟翰良的帅气一直都是喜欢他的粉丝们 津津乐道的 只不过这一次的古装扮相 似乎就有点绷不住了 甚至有粉丝直言 为什么突然老了 感觉肿了 有的言论更显得嫌弃 可能网友的言论有些过激吧 但是我们仔细从剧照中可以看出钟翰良的脸 确实没有几年前 那么帅气自然了 如果没有后期处理单纯靠化妆的话 就比较难上镜了 在剧中跟他一起组CP的袁冰炎 是92年的姑娘 30岁的年纪其实看起来 跟20出头的小姑娘没啥区别 即使有着百万后期加持 他们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免产生了违和感 在娱乐圈中混得最好的两个香港艺人 一个是陈伟廷 而另外一个就是钟翰良了 而且更巧的是他们俩人都擅长古装偶像剧 85后的陈伟廷属于多期发展 在内的电视剧圈早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还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时期的 他暂时还碰不到什么瓶颈 而钟翰良则是难得的 现代剧跟古装剧都完美兼容的演员 也给很多观众留下过不少经典的荧幕角色 相信包括即将开播的新剧也是一样 可是已经47岁的他还能演类似的偶像剧多久呢? 不管是古装的还是现代剧的 他为何逃不出这种偶像剧的怪圈呢?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钟翰良在内的影视圈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 从1999年开始他进军内地古装剧 《白手风云》就是他的第一部内地电视剧 当年的这部剧虽然没有让他一炮而红 但他在剧中扮演的帅气且腹黑的楚云一角 确实收获了不少剧迷的心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由他主演的《天涯明月刀》和《以生肖默一路繁花相送》 包括去年主演的《锦心思欲》等热播剧 都给喜爱他的剧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钟翰良是娱乐圈少有的可以在现代剧 跟古代剧之间无缝对接的男演员 而且以偶像剧居多 观众们似乎早已习惯了钟翰良在剧中那种完美、儒雅、霸气等人物设定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的角色也大抵相近 这样的标签似乎也潜移默化地对钟翰良本人产生了影响 就像年纪相近的颜程序一样 走不出那个舒适去了 或者及时走出来 观众们也很难接受吧 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 钟翰良都保持着非常优质的人设 努力、自律、正能量都是粉丝朋友们喜欢他的原因 因此粉丝也喜欢叫他小太阳 虽然年纪是难以改变的 但他在内的20多年累积下来的人气 演技跟圈内资源不是说没有就没有的 有新剧开拍的时候当然也会首先考虑到他的 但同时也折射出了新生代演员 青黄不接的现实问题 与其选一个演技浮夸的小鲜肉不如选一个 身经百战的优质演员 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更小一点呢 当然钟翰良也不可能永远做主角 或许有一天他也会转变心态吧 去迎接更多元化且更具挑战角色也说不定呢 只是到时候作为小蛙粉丝的你是否还能接受呢